BGM 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韦 我身邊有Anniko 大家好 我是Anniko 臨床心理學家 小韦 平時你不開心的時候 會做甚麼幫助自己改善情緒 我當時都會煮食和煲劇 聽到他都頗好 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同的方法去改善自己的情绪 或者有自己喜欢的活动 只要我们可以全程投入去做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放松 静观是指有意识地带着初心、放下批判和前设 用我们的感官去专注和好奇留意当下发生什么事 因为症患者往往会反复想起以前不开心的事 也会对未来没有希望 因此透过静观学习去专注当下 可以帮助一些抑郁症的患者摆脱过去 放开未来的担忧而活得更加自在 小卫人今天你会煮些什么菜 我今天想介绍一个香煎鸩春笔 听到它也很香噴噴 不是很健康 是啊 一会我等你煮完之后 就讲一下如何将静观带入煮食的过程 更加去享受到里面的色香味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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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菜你看上去好像很简单 因为我们像是用了一个鹽鹅鸡粉 和一些酒 去腌它 最后煎的时候我都放了一些酒 你是不是看到有很多火光红红豆出来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我们去煮食的时候 我们需要学习它专注 煎食的时候最怕是很大的火 因为很多时候用大火煎里面是不熟的 但如果你用小火煎 就可能会出水的 所以你其实是要用心去专心去做 看到它差不多已经熟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转成大火 之后就煎香的皮 最后我们可以炸点酒 这个动作当你在家做的时候要小心 刚才也看到有很多火 突然会闻到一个很香的酒味 很香的野食味会飞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感官 我看见我怎样煮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感受到那种香味了 我们可以将正观的态度 带入日常生活不同的环节之中 让自己完全投入在此时此刻 放下所有的担心和前切 和所做的事情合二为一 在煮食之前 可以先花几分钟的时间 留意一下自己的呼吸 身体感受 想法和心情 在准备食材的时候 可以将它们逐一拿起 花多一点时间 观察一下它们的外观 形状 质地 颜色 和气味 然后在煮食的过程之中 可以尝试放慢动作 多点留心每个细节 例如留意下食材的份量 煮食的步骤 身体姿势 获面的温度等等 在烹调的时候 可以多点打开自己的感官 例如观察下食材的颜色 和质地有什么变化 听下煮食的时候的声音 闻下食材散发出来的香气 和味道等等 希望大家透过将正观察入煮食 能够更加专注当下的经验 抛开烦恼 享受煮食大力的乐趣 大家记住留意下一集 我们继续分享其他的资讯 和其他的菜式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